美洲探索文化宗教的原型 就是说 就是我们谈到一个东西 这东西发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灵魂的问题 灵魂到底存在不存在 大概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 生命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妇精母血 一个女的到医院里去检查 医生说啊 恭喜你 你的肚子里有一个小生命 一个生命诞生了 可是她还没有出生 这是第一个生命的形态 她受空间的限制 她已经是生命 她不断的要把自己撑大 争取自己生存的空间 不断不断的挣扎 她如果挣扎 没办法把空间争取出来 她就完了 就结束了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呢 她有个极限 她必须要出生 那个子宫会把她挤出来 她必须脱离那个空间 进行她下一个阶段 她一出生以后呢 空间不是问题了 空间不再是问题了 那她要面对什么 时间 她每天拼命地想办法争取时间 时间越久 她越幸福 她觉得说这个生命了 那争取时间 可是不断的争取 时间也是有一个限 因为它已经被设定了 就像你在时空里面 它给你的空间的极限 就这样 时间也有一个极限 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进入到第三个生命形态 就是所谓灵魂 灵魂跟肉体脱离以后 灵魂单独的存在 我们今天拜祖先 我们拜神 你到庙里面去 哪一个不是死人 观光是不是死人 恩主公是不是死人 耶稣是不是死人 都是 祂只是祂完成了 生命的最高的一个转换 祂成为神灵 那我们呢 愿不愿意自己是神 就看你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里面 你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子的目标 所以古文化里面 一直讲这个 一直讲到生命 最后转换的这一个 那我们现在呢 都一直看到 物质的这个部分 然后活得到 老了以后就觉得很悲惨 然后最后你没有想到你 你有灵魂的问题 可是很有趣啊 当你走掉以后呢 那也拿了香药片 讲你要哈好的啦 我们都会想念你啊 你跟一个死人在讲话 他死了吗 他还存在 只是存在形式不一样了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变神呢 当然也可以 是你自己要不要 你开始有没有准备 要做这个事情 当你年纪慢慢大了 甚至你在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做这个事情 那以前文化有这一段 那现在文化这一段 几乎就没有了 所以我说我们才到非洲 就是富豪了 自己有豪宅 然后有那个双B的车子可以开 就是很虚弱嘛 不但这样子 还希望朋友来看我 觉得我很有成就 然后呢 就纯粹是一种虚弱性 促使我觉得说 当然后来研究是一个 本来可以来来去去 后来这时候已经决定在非洲定居了 后来我女儿也去非洲念书 所以后来你看 这个房子就会越来越大 后来我们家的房子七公顷 自己有个跑马场 然后有油红池什么都有 真的 非常非常的 你看自己的院子庭院里面有凉亭 你看这也是拿着这个 请人家嗑的这个 对不对 当时 两个人坐一个直上 可以来下棋 找两个黑工帮忙班 对不对 就像贵族 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老实讲 没有从来没有下过 就把人在那里从来没有下过 其实非洲呢 它的部分是好山好水 打山打水 格许比这边 打很多 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 你看这个是动物大迁徙 几十万只 上百万的牛林跟着斑马 跟海洋一样的移动 那很恐怖 你不敢相信 就是说 如果你在桌上 看到一只蚂蚁 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十只 也还好吧 一百只你就觉得有点多了 一千只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没陪下烧虫剂 他们要烧蚊了 一万只 十万只 到一百万只的时候 像海洋一样的移动 这非常非常的那种 非常壮烦 你觉得生命的那个力量到非常高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火鹤 这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那个维多地亚大瀑布 世界增落它最高的瀑布 那这个就是很有趣 你们看到这个是旁边 下面的那只树 那个树有多高呢 树有两成多高 那你们可以幻想说 可以比较出来这个石头有多大 那不会掉下来 不会掉下来 问题是 他怎么上去 都是这样子 那当然在非洲 他有一个古老的一个传说 就是说 以前呢 人 就是一种灵魂 跟石头 就是像孙悟空从手段里爆出来一样 这两个人本身是各自的 后来呢 这种灵魂越来越多 那石头越来越多 然后呢 开始竞争生存的地盘 那后来竞争的结果以后呢 后来这个天神知道就很生气 你们两个各式安分 真什么真 他就罚以后石头不能动 那罚人类呢 你的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你必须要跟石头结合 才能追求永恒 所以我们大概从物质里面去 有形的东西 去证明无形的东西 有限的东西 证明无限的东西 这是一个课题 所以这是一个预言 所以呢 后来其实在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文化文明代上 有非常多的巨石文明的这个东西 其实最早也是石头崇拜 当人类拿起一个石头 成为我肢体的延伸 就石器文化开始了 旧石器时代呢 就是我拿一个石头 简单位石头当我合用的工具 这是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就是把石头 敲成我合用的状态 就是你已经开始有创造力了 那是一个过程 所以人是跟着石头在进步的 所以石头是人最重要的一个伙伴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是叫猴子面包树 这是非洲很有很有趣的树叫 古村树 这个树呢 很大 当然 它也有它的传说啦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它有一个很有故事 那我们想不要讲太多的故事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树很奇特 你看 它在一开 雨季一开始以后呢 地面上 所有的种子都发芽 同时几百棵 猴子面包树 就开始长了 非常快 一个礼拜 从发芽到一个礼拜 大概就一尺高 两个礼拜 大概有这个桌面高 两个礼拜以后呢 很奇妙事情发生了 长得最高那棵树 继续长 其他的自动死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呢 这么大块的土地 只勾一棵树长大 它要快速的变得又高又大 所以呢 竞争完了以后 只有最高的那棵树继续长 其他的就成全它 所以你说植物之间 有没有灵性 非常非常有灵性 所以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啊 民意代表要选举的时候 去看看 民意的树 非常有风度 非洲就是很奇怪 你看小小的一棵植物上 他有机会拼命的开花 所以非洲呢 是一个 他的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非洲的人 他们很快乐 他是标准的机会主义 他只要有一点点希望 他就很高兴 那我们是 有一点点危机 我们就很忧愁 不要讲说我们有九成的希望 我们很奇怪 刚好跟他们倒反 所以我当时刚去非洲的时候 有一次我刚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杯子很漂亮 那个杯子 我说那个杯子很跑 我看一个多少钱 他说一个十块钱 我说一个十块钱 那我算菜有十个 我说我十个都买 你要算我多少钱 他就一直在看我 我就说因为你卖给我 你要跟我讲啊 要花一些时间精神啊 那我一次买十个 你就只要讲一次就可以了 那你应该要便宜一点 想一想 一百五 我说怎么会一百五呢 顶多你不打折 也就一百嘛 我们希望打个八十块 九十块 打个八折 他不是 因为你要买十个 表示你很喜欢 他的思维完全不一样 那我刚到非洲 我们成立一个工作室 刚成立的时候 我就找了一个 一个在南非念书 一个黑人 他会七千万 会他们涂 那我需要他帮我翻译啊 那时候找很多事情 那我每次去我就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厕所 那我就带着 因为他们的卫生室很粗 我就带他们的卫生室去 过两天我看卫生室不见 我想奇怪 一定有人拿 那个办公室只有我跟他了 我就把他找来 小语大意 我说你看看 你一个月里 你的薪水不错啊 那我们 我们人是对 没有不告 而取 这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认为那是一种偷窃 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知道谁 我一定开除他 如果像你 你看薪水不错 你被开除了 划得来吗 他一听到 对对 哇马上非常认同 他说我去告诉大家 我说你告诉大家 好你告诉大家 第二天我又拿了一包 进去 那我就很注意 又不见了 那我说 我要看看你的包包 他没办法 我把包打开看 拿卫生纸 我说你敢拿卫生纸 他说没有 这是我在那个 shopping mall什么地方买的 我说 那边有卖 数捷卫生纸 我偷砍给你 不可能 那边没有这种品牌 那我说你被开除了 他就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 他就穿了个西装 到我的门口 我说你怎么又来 而且穿了西装 很正式的 他说我来求职 他说我知道你很需要一个 像我这样 会几千万一的人 我也很熟悉 我想说 昨天刚被我开除 他就是觉得说 我很有机会 所以他就不会 他会拼命的愿意尝试 那种价值 那种就觉得说 那种荣卤 我那个 没有 就是像 是不是很丢脸啊 很没面子 他不会 笑嘻嘻的来 他说他真的 怎么样 来跟你打招呼 然后跟那门口的警卫 都打招呼 前一天他们管他 现在 他被开除了 他跟他打招呼 讲的话 穿了西装 天气那么热 来求职 那后来我就说 我跟他讲 后来我还是用他 后来我才发现 非洲人是这样 当他发现有个机会 他就很征章 他说我也知道啊 你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知道啊 可是 那位是 就是放在那里 你没有拿 他觉得是一种罪过 我放弃了这个机会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 到非洲的时候 你会很不习惯 大家的思维方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非洲也是 很有趣 那你就发现 原来人很多感知的时候 真的很少烦恼 我们后来建立了很多的规则 让我们在里面 非常痛苦 不可治吧 你看这个花也是一样 他开了一朵 一下雨以后 他来一直在长街耳花 直接从花上再开一朵花 然后越开越高 那风云吹种子就飘得很远 他们所有的目的 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生存 那这个就是 非洲有各种动物 每个动物的 它的属性 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场景 这会不会太亮 还好 还好 面眼看的可以 这个猎豹 非洲有很多 狮子 黑猩猩 那我们现在讲 就是说 我们刚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因为要基因研究 我们就做基因定序里面 去找到 人类的所有的始组 就是布希曼仁 布希曼仁 他是什么呢 他以采集为生 到目前来讲 他还是不序幕 不种植 不序幕 他完全跟着气候走 到一个地方 把那个茅草屋 扎起来以后 就住在那里 然后跟着季节 他们可以走 几百公里 几千公里 绕一圈再回来 一年 绕一个很大圈 那我们就永远 待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的生态 他们非常的豐富 我们很有限 这你们大概认识他吧 上帝也疯狂 很有趣 他就是布希曼仁 布希曼仁 是非常懂生态 然后他们的特征 就是你看他屁股很翘 非常会跑 布希曼仁 他们采集 他们靠采集为生 有的时候挖 有的时候采果子 有采树 那个树 植物的根 然后采了很多果子 很硬的 他们还会 是不是采蜂蜜 你看到这里就知道 你看他的屁股多翘 超级会跑 而且腿都很漂亮 细细的 漂亮 他们还是用钻木去活的方法 非常感谢